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ae 我們hae5 神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3月2日,星期六 今天最低氣溫9度 最高14度 大致多雲 朝早寒冷 還有有幾陣雨 喂,嘩 昨天,真的有人拼命 在街上 兩個外賣員在馬路上滾來滾去 做甚麼呢? 搶單,好像是大打出手 生死相搏 為一張單 都不足夠水 所以很可憐 為少少東西就弄成這樣 另外有一間叫A1的麵包店 兩個店員偷了11萬現金 自己推現現金付款優惠 坐牢 竟然還有這種賺錢的方法 賺錢還有很多 例如有些從天而降 無端端有個背囊有37萬現金 你見到會怎樣呢? 我見到我應該都是拿回去警局的 因為你到處都是天眼的時候 一定會被人拘捕 竟然有人就實為不報 那就拘捕你了 婆婆撿到 簡直是人性的考驗 好像還有一宗新聞說 另一個的士司機 他又是撿到錢 有一個相反的結局 相反結局 那個人在的士撿到12萬現金 對,司機老實 這個就還回 阿婆反而自己帶了 不要經常罵的士司機 都會有的士司機 很好人 詳細新聞內容 有沒有凍傷? 市區氣溫徘徊 9度 大霧山只有4.9度 唉 10度以下 本港氣溫普遍下降至10度以下 大致多雲有幾陣雨 很冷很冷 高地還可能結冰 厲害 下午最高14度 OK仔在沖繩回香港 他說簡直是兩個世界 那邊吃魚生 那邊吃火鍋 那邊吃火鍋 是啊 轉量 我這邊長期三十多度 我昨天熱到秋筋 是這樣的 香港地 有網友提醒我 他說還沒吃五月種寒衣物入籠 記住 嘩 再檢查真點 大霧山只有1.8度 是啊 明天會繼續冷 繼續有餘 注意身體健康 好 另外說到 迪士尼 很好生意 現在拿些 你說我們香港政府放煙花 每晚都放煙火 對不對 不怕你維港放煙火 搶客 主題軟雪糕 一天賣兩千枝 做到手都軟 迪迪尼 唉 迪迪尼 始終是吸引到全世界遊客的 那個牌子 接下來香港的煙火 會不會很好呢 當然有人說 有錢不派 走去燒了它 燒了也不派給你 不是 燒那個錢 又沒有派錢那麼多 如果全民派七百萬人 每人一千元 你自己有數得計 那你是不是每天放煙火 還是每個星期放 我都不知道 總之 沒有就沒有了 沒有辦法 有些事情 大家努力一點 好 說起火這件事 旺角單位起火 七個住客送院 一個命危 揭大廈消防裝置 未能有效操作 唉 有時候你見過那些灑水系統 其實都不知道行不行 他有事的時候才知道 有事不行 那怎麼辦 那就燒豬了 真可憐 昨天晚上6點 唐美道22號 長輝大廈10樓 一個單位起火 單位由慈善機構經營 有三個無家者租住 事發時 現場有濃煙霧出 驚動多名住客 報警 疏散地面 很嚴重 這麼可憐 大廈救出三男四女 34至78歲 起火單位 一個姓劉的56歲男住客 被發現同層走廊位置昏迷 當時仍有呼吸默薄送到廣牙醫院搶救 因為吸入性損傷 宋院時帶上被救者呼吸輔助器 提供氧氣 轉到東區醫院留醫 另外6人吸入濃煙不適 呼吸困難 其中一名女子情況嚴重 剛才說姓劉的情況危殆 很嚴重 說他們的消防系統 沒有消防裝置 關閉通知書 總之不行 這些東西不行 也沒有警鐘響起 什麼都不行 說大廈很多年扭齡 處處是危機 最近的房子沒有雙重印花稅 有人遊說我多買一間 很便宜 三百萬 你那些樓齡 多少年 比我還大 外場維修 各樣維修都是錢 買樓也要看幾歲 不是說拍拖才看美女幾歲 好 小心 另外說聯合醫院又有事故 護士沒有進入醫生指令 病人沒有定期量血壓 死了 89歲男病人 量血壓 對 要檢測她的身體狀況才行 沒有 沒有 也是醫療事故 離世後發現病人 只有一次檢查衛生指數的資料 其實醫生指示每四小時要檢查一次 但是沒有 護士沒有收到指示紀錄病人 衛生指數 哦 那就出事了 別人叫你驗你沒有驗過 那就糟糕了 對不對 這個病人之前是20日 吐和發燒入院 第二天已經抽血驗血糖 他給了一個指示 就要做這些事 但是護士沒有做到 他說三名涉事護士正在休假 唉 回來再審他 究竟是怎樣 總之有人就這樣香了 三個護士遺漏衛生指數 三個 三個都 不知道是看漏了眼 還是怎樣 唉 真是 醫療事故 另外 灣仔酒店愛爾蘭籍男住客 昏迷送院 留意一天死亡 又是用這個 那個 那個 心外壓的機器 和他按心 每次都看到這些東西 就大吉利是 真的 是否有力量 還是怎樣 人手會比較 模擬心臟的跳動 會比較好 每次講新聞 每次看到那個機器 那個死亡率也很高 今次這個七十多歲 愛藉男士被發現 在房間雲島 由救護車送院搶救 是 沒有命 愛爾籍男士 73歲 8月起 入住酒店 27日 酒店職員 已經發現 沒有人應門 拿後備士一開 發現暈倒 揭發事件 好 另外 有人 我知道很多人 吃飯 聽午仔送飯 這裡有提提大家 粉靚女子進食 豬頸肉 撈懵 噎親 昏迷送丸 很年輕 29歲 太心急 真的 吃東西不會吃 現在說新聞 教大家吃東西 昨天晚上9時47分 有個女人在粉靚明刀商場 食肆中 吃飯期間暈倒 她29歲 送了去北區醫院 吃的粉 噎喉暈倒 實質色 我告訴你 喝水和吃東西 大家都不認識 其實 我是 因為身體的不適 就 用了兩三年的時間 學會了喝水 喝水很多人 就這樣吞下去 你會發覺 不斷灌 不斷灌的時候 脂肪很快會出來了 當然也沒什麼問題 當過濾的身體 但是不吸收 其實喝水 這裏再說一次 講過專題 那一口水 那一口水 你感受到濾了之後 她分泌了一些瓶液出來 然後這樣吞 一口小口小口吞 你的水便會吸收 否則你這樣灌 很快會吸收 其實身體依然缺水 吃東西也是 你要吃到有口水分泌 一個消化 這是第一步 咀嚼的時候 但很多人不是 快、急、吞 可能在搖手機 或者跟人聊天 吃東西、說話 很多時候都吞了 蒙粉 我試過吃越南粉 有些給香茅 給香茅一吞的時候 剛好那些香茅 切得像牙籤一樣 尖的 吞了一些粉 然後一吞下去 吞下去 就插住喉嚨 嘩 搞了我三天 我記得我跟大家分享過 我拿一支薇鉅在喉嚨裡拔出來 醫生說 照著我跟我說 不是你 不是的 後來自己拔出來 做人的事 真的要小心點 好 另外再說 網傳 香港食市加收1元環保費 網民罵搶錢 說智商稅 接下來8月1日才實施 這麼快有環保費? 不是吧 他們好地地加價 都沒那麼生氣 還什麼保還沒執行 現在收就等於搶 那些人都會用來 一元茶戒 花生 他們都習慣了 你說什麼環保費 還不是有 你寫保護費 不如 神經病 保護環境費 哈哈哈哈 哈哈 好了 另外 有當事 四十多年歷史 建築公司 馮長忌倒閉 大批員工追討欠薪 嘩 這件事很多人關注 可能老牌子 我不認識 但是 馮長忌 清盤 很多人追討 沒有薪出 這麼多年歷史的公司 都搞成這樣 哎 不知道 另外 斬民的新聞是有的 尖沙咀夜袍 遭刀手追斬 浴血七咸道街頭 又一宗 三十歲 夜蒲期間 和人爭執 昨天晚上8時8個字 在七咸道南 對開被四至五個刀手 圍斬 斬手斬腳 負傷速逃 街上血跡斑斑 最終體力不知倒地 兇徒見撞上兩車 途去無蹤 事主自行報案救護車到場 將他送院治理 是 還沒捉到人 香港很暴力的 接著說 兩個男人 有人說外賣 送外賣 因金錢問題 就大打出手 當街滾出馬路 是 有人說外賣 有人說無業 看到後面有個電單車 有袋東西跌在地上 究竟是無業還是外賣 不知道 網上有人說是搶單 網上是這麼說 網上說外賣員搶單 但有人說 不是 這樣翹著市 爆谷花 即是怎樣 不是當街打架 是當街性交 神經病 長沙華人兩個無業男子 在長沙華人廣場對開恩 金錢問題大打出手 37歲姓蘇 姓彭 40歲 接公眾地方打鬥被捕 兩人互相認識 在上指 講訴期間 失控 新聞沒有提過是外賣 網上有人說是外賣員 就是外賣員 聽到當時的聲響 聲響就叫聲 有人就出言勸了 有人就情緒激動 在後面硬著 就像爆谷花 應該是因為錢 應該是錢的 有人說 你不要這樣 裡面有對白 真的像被人擔心 喂 另外 青年聲稱陷犯毒冤獄 坐了五年牢 呂大壯士妨礙司法公正 裁定脫罪 嘩 是律師脫罪 是吧 青年馬家健犯毒案被捕 原本承認企圖販毒 高等法院聆訊的時候 這個青年說 遭師爺游說認罪 以換取同案另一被告可獲 撤控 他現在否認指控 一度被裁定罪名成立 判監23年 後來上訴得席 服刑5年獲釋 代表他的女大律師張曉慧 要求過他抄寫口供 女大律師否認串謀妨礙司法公正 案件早前經審訊後 就說他罪名不成立 告訴你 那些法律程序大家都不太懂 總之有人說要這樣減刑 有些程序不恰當 最後都沒事 沒事就說完了 說錢銀了 好東西 女子在彩雲商場超市購物車 竟然找到37萬現金的背囊 我相信相當重 七巡婦人 七十幾歲女人 十圍不報 人贓並獲 警員起回大部分現金 被捕老虎正被扣查 貪心 你看到這塊錢會怎樣 我一定拿回警局 都會想一想 但還是拿回警局 這塊錢對我來說不算很大 當然有人會說 那塊錢人家要做手術等等 我不想這些 我不想這些 這些是你覺得的 但最大的問題是 你現在香港到處都天眼 其實你怎麼拿去 很容易被捕 而且那些錢如果 幾十萬 涉及黑幫 你用什麼被人斬 對吧 分分鐘的命也沒有 你幾十萬 又不是賺不到 對吧 你37萬 一年賺不到 兩年也賺到 你無需 做這些事情 總之有錢 走不掉 走不掉 真的走不掉 待會人家交贖款 被人盯著你 走出門口 被人拿槍拼了 你都還沒頂 拿回錢 你老婆 給你一槍打死 用什麼 對吧 這個世界 有什麼不可能發生 這個人是75歲姓C的女兒犯 作個人用途 疑犯已退休 他是偷過現金 但是你的背包 怎麼會放在那裡才行 又是古靈精怪 拿著這麼多錢 又會放在那個 手推車那裡的超市 銀包也不會 是不是 這個奇怪 合不合理 你想想 你按37萬現金出來 會不會留下了一個超市 有什麼個人用途 當然警方說 盜竊是非常嚴重的 這些罪行 最高可以判十年 是 不知道那個婆婆是怎樣的 她是70多歲的 好 有人就 剛才說實惠不報 現在就路不實惠 老實司機 的士司機 大猛女乘客 留了12萬在的士 現金 所以 就給她 不是給她 那麼簡單 拿去警局 警察說 現金沒有適應 三個月沒有人認領 就給你了 這十幾萬 沒有適應 但是跌了她會去 什麼 什麼 對不對 跌了她當然會去 認領 沒有適應 有人真的這麼大猛 除非 她跌了錢之後 不覺得鄉 或者出了警 飛去其他地方 不知道 完全沒有想過 或者真的很有錢 十幾萬對 對她來說 不記得了 你就有機會拿回 她說 地鐵站交收款項 她知道她 叫做什麼 報警 她說 事主仍堅持聯絡 事主在地鐵站交收款項時 得到五千元大利是 啊 厲害 她接到短途客 短途客有個電話 其實她應該有報警 打了警局 問警察 然後她說 喂 錢沒有什麼 你拿回來幾個月之後 歸你 原來她說 事主做完兩宗大生意 就機場去萬豪酒店等客 有個 哦 搭她的車 就41元 跌了12萬 她就因為有個電話 找回她 她當時也很保障自己 其實她也要去警署避案 唉 那這些就是 總之 咦 要什麼 堅持物歸原主 那別人給她五千元作報酬 那也算是合理的橫財 十幾萬 拿了別人的報警 又拘捕你 是吧 兩個很不同的結局 大家最重要不要貪心 否則就麻煩 說起貪心的新聞 香港昨天有這麼多錢 無端端在 看到一張照片在網上 在那個煙仔的位置 垃圾桶 垃圾桶有一個位置是燉煙灰的 在那個位置竟然有一大塊500元 網上照片封傳 有網上 有網民就說 是不是交煙稅 扔下 有網民就說 這些名符其實就是髒錢 這些錢髒了 所以說 你嫌髒的話 人氣就是我取的 走路過 不要錯過 那麼大隻腳 隨街條 人家說是裝款 你就屎 裝款 反而三十多萬的就像 原來這張照片 是2022年5月中旬發布的 是在微博的 只不過是傳一張照片 就沒有錢 在煙灰桶那裡 又是錢的新聞 兩個員工很瘋 A1麵包店 兩個店員偷了11萬現金 自推現金付款優惠 一個就坐牢 3.5個月 坐三個半月 另外一個 接下來15號判刑 年輕人很年輕的 兩個被告 一個叫馮達恩 21歲 一個叫張楚文 22歲 就是這間A1 叫做英皇麵包 香港有限公司 英皇麵包前兼職售員 他們承認串謀 盜竊 怎麼做到呢 坐三個半月還要 另外一個女孩 還押以等候社會服務令報告 私吞公司超過11萬現金 兩位女兒真厲害 你自己壞 叫同事和你一起壞 兩個都壞 壞了一堆 沒有人舉報 搞現金付款 買一送一的優惠 以便偷取更多的金錢 兩個人早前被廉政公署拘捕 昨天沙田法院承認串謀盜竊 那個裁判官叫陳偉敏 這個世界很多陳偉敏 斥責兩被告違反誠信 有預謀犯案 罪行是嚴重的 要坐牢 他怎麼做到呢 廉署投訴發現兩個多次在電腦系統裡 取消早前顧客的交易 以盜取相關的現金 又侵吞客人以現金支付款項 不作任何交易紀錄 兩個自行在店內推出現金付款 買一送一 以便盜取更多的現金 他的麵包可能沒有數目 沒有那個數目 所以他可以在生意中裏再做生意 他可以入籍後再取消 沒有賣過 麵粉都沒有適應 他猜五個包 當他猜四個包 我不知道他怎麼偷 最後被人發現 傻丫頭這麼年輕 傻丫頭 留了兩個案底 一個要坐牢 另一個也要 在月中再判 另外家道理農場 家道理 那裡空置獨立屋 閃燈 原來有個替工保安員 誤當是洩匪 以為有賊 原來是替工 有經無險 報警就搞定 另一個大坑西村 商場 全面搬出 人家幾十年老店 感到不捨 難來難捨 大坑西新村 掛車橫額 慘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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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有很多回憶 我不知道,我沒有去過這裡 有些人就是童年回憶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大坑西村 我沒有去過 哪裏我也不知道 另外電單車新涼潭失事 非法賽車 這個搞笑 四個加上二百多歲 為什麼? 四個電單車手、非法賽車 最小都好像去到六十一 最大是七十六 哇,拘捕了他們 拍了他們的車牌 在元朗大埔沙田天水圍拘捕他們四個人 非法賽車危險駕駛 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 就穿當時的衣服 即是即日拘捕他們 警方嚴厲譴責 就是這些不負責任的駕駛行為 藐視人身安全 往往引致嚴重交通意外的真正原因 警方必定嚴正執法絕不姑息 幾十歲還這麼貪刺激 也有 有人衝燈 元朗單車男撞到昏迷 貨車司機危險駕駛被捕 過馬路要小心 哇,被貨車撞到頭 嚴重 六十三歲男子倒地 撞他那個就是三十七歲貨車司機 恐怖恐怖 另外看看Tesla 鴨利州橋道坎蘭 司機酒駕被捕 星期五六日很多人喝醉 開車 公路相當危險 大家小心 命仔要緊 另外看到有個石潔尾村 百度柳宋宋苑死亡 73歲姓溫 送到明海醫院治理 就證實死亡 昨天有一宗 另外 等等 都 差不多 不對 有毒案 深水埗男子 就是 預查 揭海洛英 販毒被捕 這些通常 批他回家再守 昨天在深水埗區 有個代號叫 晴天雷霆掃月 反毒品行動 在南昌街 巴域街 交界 截查一名可疑男子 找到五十克可契 海洛英 以販毒 拘捕47歲本地男子 溝流調查 毒品有五萬元 另外 九龍城也有 這個多些 預查在搜屋 搜到九十二萬毒品 新有 小小 有0.9克 懷疑可卡欣 跌腳回家去搜 搜了很多 264克 可卡欣 230克 霹靂可卡欣 237克 懷疑陸安酮 274克 懷疑海洛英 和一批毒品包裝工具 檢獲了九十二萬港幣的毒品 我真的想問一下網友 之前問過 好像沒有人有一個答案 究竟可卡欣和霹靂可卡欣有什麼分別呢? 和Code Zero 我真的不知道 完全沒有概念 霹靂有多霹靂呢?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普通可卡欣和霹靂可卡欣有什麼分別呢? 雜思廣譯 說個知識給我聽 讓網友的江湖中人 或者聽別人的朋友說的 知道 就補補料 讓我知道多些事情 今天的新聞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